這個生物論 大家知道達爾倫嗎 我們知道有幾天者啊 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對不對 基因比我好 活下來 基因不好就這樣 這個基因就 吃到沒有這個手的手就死掉了 非常做你們的基因決定一切喔 齁 這麼辛苦的 但是覺得這樣而已嗎 來 那個死筋的意思是說 我齁 想要吃到這裏面這個食物啦 雖然我紅骨沒那麼長啦 但是我還不完死你知道嗎 我吃不到我是不是死去 嗯 想 這樣想來想去 很盲目的在想 想我要怎麼得到這個食物嘛 這個粉絞也要想啊 就想來想去啊 我要怎麼吃到啦 要怎麼怎麼 你會甘願就是在那邊自己 讓自己餓死嗎 我們有腦袋呢 你說基因決定一切喔 NO 都繼續看 他要生幾人想想 人家的粉絞想想也很聰明 這裡有一個那個鞋腳的 他就把他的腳鞋 還不是說鞋 平的喔 還立起來呢 誰吃到了 哇 這麼聰明你看 那就是說你剛才發生事情 你會盲目的不知道什麼方法啦 你就想辦法 想辦法 後來 你就知道怎麼想了 下次同樣的或是類似的 或是新的問題來 你就不會那麼盲目了 因為你有一些經驗 你要處理 怎樣處理方法的嘛 啊這個這個這個 巴洛的意思是說 人本來就有本能的 本能我要反應 我腦筋裡面就藏了一些 基本的 基本的那個情境 馬上處理的方式嘛 譬如說這個車要錄過來了 你會快閃了 還是要記得給他錄 網路不是有一個那個什麼 叫 撞車哥的喔 各位去撞人的 你不知道看這個新聞嗎 去撞人的車 你敢不敢像這樣 那個都精神有狀況的 你一定會閃對不對 車子過來我會不會閃 要閃啊 這就是你基本的能力 你的傳導到你大腦說我要stop 我要停止 停止 繼續危險啦 電鍋很熱 你會不會用手趕快趕快去摸他 不會啊 你會撞你下來 你看 這意思是說喔 我不斷的充實我的知識 我擁有更多的知識跟我的智慧跟我什麼任何能力都在我腦筋裡面 突然碰到危險的情境我馬上拿出來用 你累積更多的東西我不是只有基本生理的東西 喔 我 邀我快來找東西 我解決事情嘛立即反應嘛 我還存這麼多腦筋 方法在我的腦筋呢 碰到事情馬上解決 你就訓練自己 你有一個網絡 有一個能力嘛 不斷去學習 你就更多的網絡在裡面了 這叫做要學習啦 你才可以去累積你的實力應付 忽然的狀況嘛 對不對 這個隔壘高我還在說什麼 隔壘高你還在說什麼 他說啦 我現在講 台灣話嘛 還有北京話 我現在問你有什麼英文的 我現在也學歷了 我有日語的 我當然沒有這個中文的嘛 我利用了我學習的這個東西再努力的去學習更多的東西 成為我的 我的之後 我要去適應這個環境帶給我的壓力 我要去適應嘛 我又表現出來 因為我會了嘛 我要去 美國要跟人家說 英文嘛 去日本跟人家說 人家的文化現在嘛 跟我說跟人家說嘛 我適應了 我適應我又去發掘他們很多新的東西 知識經驗我又累積了 我本來對這個地方喔不熟啊 唉唷我不知道能不能生存對不對 因為我因為透過這些學習 我適應了 我又不斷接受他們的 一些經驗的累積 我擁有很多東西了 我反而可以改造耶 因為我累積一定的程度我所有東西 都在我的腦筋裡面 我不但適應了不但學習更多東西 我還去改造耶 我還去創造新的東西呢 使這個地方更好 你知道嗎 這個就是 他這個理論 所以我們要多學語言 不要說只懂那個中國社會裡面的一些知識文化 英文 你有知道的西班啊 日本 日本 我們是 大日本 日本台灣的 那個臣民 人家臣民喔 你怎麼不可以不那麼力氣呢 要去歐 你的老金又不一樣啦 我腦筋又放大了 那個新台灣論給我放大 我如果特力氣還給我放大 我歐美的一些東西文化給我放大 我碰到什麼險境我可以 我不會適應嗎 我一定會適應我還去累積自己的能力 我還可以改變他們 還可以創造東西出來 懂不懂我的意思 他這是理論 這個就是大腦接受的五部曲嘛 接觸我現在說什麼 存在裡面回家再去分析我講的好不好 探索意義 這是鋼書講的內容是什麼的 你要講這個自己講出來什麼 再來說 我可以用圖片啊 影片啊 還是我的 我的什麼 彩色的印象讓大家知道我 說什麼 我輸出出去了讓你們知道 這個 左腦腦大家都知道 左腦跟右腦不一樣 基本上左腦的人 就是他數理的能力比較強 計算的啊 那右邊的就是比較會幻想的 就會有些創意的東西比較多的 藝術比較多 那據說 是這樣的狀況 我們到底你的腦筋當中你運用的多少 你能不能運用你現在的 你慣用 你說慣用右手是不是左腦比較厲害 慣用左手是不是 右腦比較厲害 那假如說我都會了 那你是不是還有東西 還有有待學習呢 還是你學習這樣就算了呢 你自己去想 你要的是什麼 你要開發你自己東西 位置是什麼 我要講這個理由 是說 我以前 還沒再加入台灣民政府 我是一個乖乖牌的 一個職員 我早就晚無 我看每天看新聞 看影片 看媒體在那邊 普通公 報那個有的沒的 我 好像把他吸收進去了 就默默聞聞不知道自己做什麼就是了 我有response 我對人生就好像枯燥無味我就這樣啊 我那是有的薪水然後好像混吃等時 可能有人當結婚生孩子還怎樣 我來 兒子的那個負擔什麼樣 這樣 這就是我的醫生了 那 Action 這點位 就是來自於一個push的B 這沒有反應嘛這個顏色是 沒有反應嘛就停滯在那邊 一旦有B這個電位給你push 給你推一把 你這產生這個C的電位你就活絡起來 你的那個神經什麼 六個塑膠都亮起來了 他的B電位叫做台灣民政府 這個 新台灣倫 他給你push 我一個說B 他給你push 神經 突然到哪個區域你沒用到了 你整個眼界大開 你已經湧到大腦裡面進去了 沒有任何人能夠撼動你 你不再受其他影響 因為你已經到另外一個層次了 這是我要說的 這個動力 你有push到那個神經了嗎 你願意不願意 踏出去 你來問台灣民政府道出幾班 到幾班不去了 你夠吃而已 但是既然你有知道一些動力啊 但是希望你又更加親密了解 我們真的我們所欠缺的 我們的知識在哪邊 我們法理的知識 還有一些國際戰爭什麼萬國工法 我們維護我們台灣人的一些權力 都叫吃暗藏的 不然台灣人知道 有一個 民主黨出現 把我們這些力量 合作為 我們的力量越來越大 台灣民政府現在 應該是都有人知道啊 有些人 像駝鳥心帶把頭 埋在土裡面 動作台灣民進務 是假的 是詐騙集團 如果說有啦 我每次說啦 如果有人說台灣民政府 是假的詐騙集團 我就要跟他搶手 我給你搜證 拜登人來秋後算帳 你這爛梗不要再講了 你去針對這個 為什麼這個團體現在發展 越來 發展越來越大 為什麼他可以站得住腳 為什麼 中華這個流亡中華民國 動不了我們 為什麼車牌到處跑 為什麼美國一些 訊息一直進來 你為什麼不去思考 然後單單就說我們詐騙集團 還一直越講我就越氣 你不進來來在那邊 好歹你也扮成中立的人嘛 你幹嘛還在那邊批評人家 說人家 還有來個什麼 我們內部還有叛徒的 你有自己的一些理想 為台灣人磨福利 為什麼你會因為別人的影響 你 你會 分崩瓦解 然後相信他們 錢給你學生 你就會把自己的理想 出賣了自己的靈魂 為什麼 我不明白 台灣人就不能團結嗎 所以為什麼70年來中華民國這個中國教育 是多麼的可怕 人家把你學生 現在你出去 踏出我們台灣民政府 人家把你學生說他詐騙集團 還是說把你學生什麼 跟你說有的沒的 你會受他影響嗎 你堅定的信心在哪裡 你來這邊的目的是什麼 只是為了一個套路嗎 你的人生的意義在哪裡 想想看 要去思考 我剛才說得多了 跟你說假的喔 現在我自己研究出來 雖然也是別人的東西 我把它放大 有我的思想 還有我們台灣民政府的思想在裡面 不然我又要怎麼辛苦 我還在朝九晚屋 在沒有參加台灣民政府那兩年前過的日子 那也是日子是不是 但是我願意進來 我做了什麼 你有一個背景知識 你有背景知識形成你有假設能力 就有一些創造的思考 開始來 你堅持下去 台灣民政府也是一個 一個創造思考的一個原地 你能不能堅持毅力 還有你觀察力 什麼叫觀察力 非常重要 就像柯南辦案 類似啦 你要跟周遭的人 那些人事物 你看到一個東西 你不要給他批評 人家那個東西會存在一定有價值意義 你不要這樣批評你要全方位去想 為什麼有人明明就鞋子躺青 他就一直偏偏要躺車腳 理由是什麼 你會批評人家那麼沒水準 躺車腳 腳黑黑 把我的地板 衝黑黑 你假如用這種想法去想對方 我掛數你都不用跟人家相處了 你找不到人家的優點在哪裡 你就是到這裡 你要想到為什麼他要躺車腳 你有辦法讓他不要躺車腳 再是重點嘛對不對 你要全方面去想 我有看過一個 一本書叫做觀察的力量 這個作則就是 大家到處去旅行 然後全方面去了解說當地的民情怎麼樣 他不會去說他這個是副相的 他電腦告訴他的文化在哪裡 要用他們的這個文化這個點 開發出來 讓他們了解 還有什麼經濟價值的力量 創造發明價值在裡面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你喔 人家說要生經兵啦 就是說我天上掉下來的東西 我都不用努力 那我就擁有 這就是生經兵不是 你做同樣的事情 你期待什麼變化 現在台灣人說我希望有一個聯人政府 但是你都不參與啊 你沒有公民運動什麼都不參與 你天上掉下來說台灣希望台灣進步 莫名其妙勒 啊台灣你說台灣擁有主權我就莫名其妙 啊哪有可能天下掉下來就台灣擁有主權 公在人民的身上 欸我真的計程車司機跟我這樣講呢 台灣是我們 我們有台灣的租款 好可怕我就跟他說 那個馬關條約 要怎樣怎樣跟他說 說到後面 他要說我到底有沒有聽台灣嗎 我到底你是要怎樣啦 他好急喔 我說你聽我說好嗎 我也要一陣一陣講給你聽 他說我到底我是要怎樣 我就說 我沒有直接講日暑美善 我跟他講說 就像跟 美國聯邦政府一樣 我們跟日本做聯邦嘛 我們台灣自己關自己嘛 欸 他沒有在跟我說完結喔 他說醫生你不要聽那個中華民國的民進黨啦 你現在有台灣心目啦 我說 欸我拜託了 你中華民國這個體制的進黨這麼多的 啊你活在他們的框框底下 啊你知道民進黨裡面 這麼多立法議員 這麼多那個有六個數個走到中國島主 賺錢又來台灣又來挑 做一些為白良心跟為害台灣的事情 你敢知道 我憑什麼我要跟你一樣要去支持民進黨呢 我以前也是支持對不對 結果他為什麼要對當台灣人 他貪那選舉的好處嘛 還要繼續算算算算 錢都給他抽起來啊 他們是台灣的納稅金耶 這個那個馬英九更離譜了 他是美國人耶 然後他 賺我們台灣的錢 然後 去繳他是美國人的稅耶 欸你們台灣人真的那麼笨嗎 其實不笨耶我們就是很傳統 就是孤義人 你家前家孫子也孤義人 你家國人做事人都孤義人 大部分台灣都做事人嘛 都是人家會腳踏人 如果上面都像中國人嘛 孤義人 孤義人不會太貪太貼 聰聰想啦 人家說他不是孤 他就這個體責 把他經過照 蓋著這樣啦 他就在裡面 看都黑色色的東西 不孤義嘛 不孤義啦 我告訴他 心裡高興了一下 但是我說拜託你都了解台灣民情婦 人家這樣就接受啦 所以你不要說你不想去做努力你就想要改變嘛 你還要改變嘛對不對 你本身沒有改變耶 爆肝的為什麼是我 跟人家說 哇你騎著練手 我每天打電腦看保證喝咖啡 喝保證看咖啡 我說怎麼可以啊 他給他嗆鼠老闆嗆鼠 老闆叫他起來說 沒有你給我打 給我真說 我說我怎麼頭要跟你打 你會給我死頭了 沒關係我就給你打 當然他要把他騎那時候 他就快把心 轉過來他去騎那個壁 人頭腦 跟你做工人 我朋友親視喔 我親視的是說 你自己都做工人不用腦筋 卻要去挑戰別人用腦筋 而且是你的老闆讓你有工作做的人 那些人我才是看不起 我不是看不起工人 那工人他自己腦筋有在電啊 他也是要適應環境學習更多的知識創造發明人也有啊 你有這個材料嗎 你不要說沒有材料還要跟 批評 這個愛迪生啊 繼續說我怕說時間不夠 創造是什麼一種 不是你全神貫注 頓悟 我壞明顯明但是你頓悟一定要有個來頭嘛 我隨便去頓悟什麼 你一定有想比如小說家他需要安靜的地方他才有 文師泉勇 那些小說續集又續集嘛對不對 你要有一個動機你要的是什麼東西 一個建構什麼 譬如說你身上你覺得那個鉛筆好不好用 怎樣筆心 不要每次都斷掉還是怎樣你要去思考 你那個點在哪裡那你提出來等一下會講 一個建築一個思想體系 把它做把它串連起來 你就有 把那個架構出來 寫1點第2點第3點開始下 你的提案怎麼下 參考很多資料 多半都是會先模仿 模仿不是我 這一個我就操不操他的 我A B C D 更多的人 我都模仿 參考擁有我自己的東西加進去 不可能 無中生有啦 一定說你先參考別人 先有這個 A B B 人發明在這A B B 我還要這個A B B 再發明一個自動鉛筆 自動鉛筆可能會變成 原子鼻 還什麼鼻 你可以吸引人家的 這也耳目一新嘛 我看我多開心 我也沒有想到這種東西可以 這樣想像 這麼小的東西 再來 這電壓平沒時間放 但是就跟你跟你說 這個老腿有什麼 本來沒有人要去背 這電腦大家都要去坐電腦 比較舒服 但是用這種 鍵盤 長長長長長有聲 聽啦 結果改變66person的人的行為居住 大家都走這裡 這樣有人要走這個 所以你的創造發明可以改變人的生活 還有經濟效益 這哆啦A咪有大家都知道 這也不可能有眾生有 人家為什麼可以 把這個 所謂的 這個 這個漫畫 可以賣得這麼暢銷 那他都是 坐著他那種 繳勁腦汁 也有即時廣義 也有一些想法 可以讓他有創造這個 這個 這個點裡面 他要 闡述是什麼 大家都知道 竹青亭現在任意門 你說這有可能 有可能嗎 我不想講大話 這未來的事情很難講 我不講死 人家有這樣的一個思想在 你可以從這思想裡面延伸什麼 人家的背景在這裡 那你的資料進去呢 什麼資料你自己去想 再把他勾勒出來寫下來 你看 這堂那裡面不是一個空氣槍 我這樣是講類似 就有人把他延伸到很多各種工業用的還有一些玩具 就這樣放大 競購你要的東西是什麼 從這最根本的東西 你看這不起眼我看看就好笑而已啊 可是人家會把他輾轉這樣運用 你看 這也是個影片啊 你還是上網 因為這個 還 時間的去檢查 你怎麼說這個老花我眼睛一眨他就可以變化那個角度 我就沒有不要每次去配眼鏡了 這個最康的就是3D列印 你知道現在有 白身的一段 那個肝臟或是說心臟問題 你把它做一個 3D列印 一模一模的心臟出來 一模一模肝臟出來 腎臟 他的功能 完全跟 人體一樣 你可以設計 你又可以把一些的一些科技 醫學科技放進去 以後你就不要說我 要一個 油漬 等了 你就去創作這個3D 不用等 麻醬放進去 你人家說心臟也是這樣做的 你又把它放大到人體各個部位 做一個立體完全跟 依照人的需求跟你的身體 大小 把你創作一模一模肝臟 你換肝 3D列印 再加這麼多醫療技術在這裡 你就放進去 延長人的壽命 不容易 你看人家有這麼大的腦筋 好啊現在要說這個列舉法 我直接進入主題 就是把一個東西 打破然後你要去分析 其他富足的價值 我們現在要來講 特性列舉法是 你把這個東西譬如說麻醬鍋 你的特性在哪裡 它分名詞形容詞跟動詞 這個名詞形容詞動詞 都會代表 這個名詞的主題 叫做麻醬鍋 那形容詞怎麼形容都可以再說 你說啊 這個名詞有分這三個嘛 這個麻醬鍋是 它的物質就是 鍋子做的 加速爐嘛 去煮嘛 材料都 鴨肉嘛 這樣鴨肉 鴨肉 豆腐青菜這樣去鴨 製法嘛 這個黃的嘛 它的刀鍋那裡面的 黃的嘛 煮起來不是紅色紅色 和口味很重的 不是麻辣嘛 動詞咧 哇 吃這個辛苦燙嘛 可以暖和身體嘛 我用 加那個料子 火鍋料 蒜肉 這樣吃好吃 用這個方法 這個麻辣鍋的特性 表達出來 列舉法分三個方法 其中一個特性列舉法 缺點也可以用這樣來 把分類出來 我們再說麻辣鍋 欸 它的缺點喔 物質方面 是怎樣 危險喔 因為藝蘭喔 加速也會危險 人家是不是要用 剛才還會說啦 這個食材才吃到這麼舊的 有的不會 那個什麼酸酸鍋什麼鍋啊 料太舊啊 湯太嫌 陷 欸 不入味 那個酸 那個什麼 辣的辣味不夠味嘛 再來 鍋子啊 不瘦均勻啊 浮油啊 噁心啊 口味太重啊 欸他這個缺點有可能引起腹瀉啊 嘴子都淨起來啊 食材會煮得太久啊 壞吃啊 來 你希望什麼一樣可以用 他這三個主體 你怎麼希望 這是缺點嘛 來 我告訴你嘛 我改進啊 我就用電磁爐太陽能 再來讓材料自己挑啊 你怎麼可以滑到久的嘛 還要 再加那個香料下去 對不對 希望他好方便用的嘛 怎麼可以用那個圍爐方式嘛 齁 常常跟你講 這個動詞說養生美容 你可以慢慢煮 慢慢煮 還有創造一些視覺效果嘛 這 剛才不管是希望 那個特性列舉法 缺點列舉法 希望列舉法 根據這個名詞形容詞動詞 根據這個 他的特性 來 我一種數位相機 你辛苦 你有 你覺得要改一件東西嗎 你從身上小的東西 鉛筆也可以唷 眼鏡也可以唷 你身上的手機唷 你覺得想要怎麼做變化唷 你會扮演唷 我在想啦 你辛苦有什麼 你說的茶壺唷 咦 你也在用這個方法啦 去想說要怎麼改變是不是 變化 他的功能 你什麼創意 對不對 看來講這個又有趣 創意十二訣 加一加 減一減 擴一擴 說一說 我本來是說 給大家看就好了 結果我再準備一項一項講給大家聽 因為 我知道 但是你不知道我就要講一項一項講 這我去台北一大 看的 他們的老師胸口的 我 最精華的 在參考資料 讓大家知道 什麼叫加一加 你不怕把它加進去又增加它的功能 人家來看我一直說鉛筆嘛 鉛筆 加那橡皮擦 加進去 咦 他這個就有橡皮擦的功能 那個橡皮擦的 四個 六個 找不到 我現在給大家想一下 我說 你的手機 加什麼 會增加它的功能 手機裡面 那個有人在滑手機對不對 你滑了半天 你覺得你手機裡面有什麼內容加進去 會增加它的功能 有沒有人現在可以告訴我 基本的怎麼會沒有 你每天不是在在Line嗎 不是FB嗎 他加了一個社群網站 再來 線上遊戲呀 你可以附屬功能在裡面 來我們再來看 我把那種有趣一點啦 你的文字嘛 有趣一點大家都 睡不著 手頭 本來手套把它這樣子 有它功能 你的手指頭運用的 折捏對不對 你兩個袖子把它截斷 變成什麼 可以變背心 想想看 扣一扣勒 我把它放大 這個東西 放大 它可以什麼結構 你的褲子就是小小子啊 我可以把它弄得這麼大啊 你有看過這個嗎 遮陽對不對 還可以這邊還可以賣什麼東西呢 在那邊 陽光 還可以喝下午茶 我們小客車你們 不是都會做 公司 怎麼說的 你說的喔 厲害 餐廁 還有什麼 我這個沒有答案喔 這是告訴你我用點線面 大家知道 你可以把你的小客車變成巴士嗎 你參車也是啊 對啦我是說 這個是後續的 後續的法律 你說的沒錯 我是說 你要讓它有它的功能 能夠變化什麼 嘿 這個一定要有法律的 當然不能隨便 隨便換啦 我知道啦 擴大 它的功能是什麼 你看這個音響啊 我這麼笨重 我只能放在家裡啊 可是我那個 歌曲那麼好聽 我怎麼辦能夠隨身攜帶嗎 你就變成MP3這東西嘛 這個我沒有答案啊 你覺得電視機手提電話 人氣機 你壓縮 我讓它去想 它可能是什麼 這我沒有答案 我沒有寫答案喔 因為牽扯太大 也不能亂說 我們來講 改一個 改一改 把它改良以後 會變成什麼 你這個 手手手 手半部都不乾淨 為什麼 吸塵器啊 還有人有一種吸塵器 一隻沒有 四個你都 也不用自己去擀 你待會兒洗一天 吸塵都給你吸起來 我真的是頭腦很棒耶 我又穿不住 你鞋子改良要怎麼改良 你身上穿的鞋子啊 你讓他增加功能怎麼辦 你要怎麼弄 有人可以收到嗎 竹工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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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電喔 竹工的 喔喔喔 你說電的也有味道 改善 那也是喔 我們來看答案 你可以喔 有氣墊嘛 有人 有人 要長期站著齁 你有氣墊鞋 還有你有鋼丁 要衝鋼丁要衝什麼 你爬山好爬 你踏雪鞋嘛 對不對 還有我騎 腳會痛 我常常說 境脈曲折磨 你有軟墊 不是很舒服 真的鞋子才有用墊了 還可以飛起來 你有沒有看過那種 哈利波特哪裡 可以裝那個什麼 有氣的 或是有墊的東西 它可以飛起來 真的那個都是有人 真的想到 我覺得他真的很天才耶 變一變 你改變他的聲音形狀會怎麼樣 你看嘛 一般衛生紙嘛 你用這個有這麼好用的啊 還美觀大方 你食品啊 不管是不是鹼性的 你可以改良這個食品 那個 那個那個 你的口味 腳味 好吃一點的 你可能加一點 變成什麼藍色 藍色不能亂變啊 加一些天然的東西 他可能是藍色黃色的 我想要 變成草莓 你就用草莓的顏色嘛 你就這樣去想 他改變他的 形狀 味道 會是什麼東西 連一連 要連什麼 大家都知道 你比小龍 身邊有什麼 就鑽絲棍啊 就鑽絲棍啊 我在網路一直在找說 或是一些資料 大家我相信也是鑽絲棍 還有一些連結的東西 有人會說嗎 有什麼連結的東西 他本來那個功能然後連結 又是那個功能 有沒有連結變成不同的功能 有沒有 有沒有 我有想啦 你車廂也可以連結啊 裝的東西更多對不對 還可以想很多啦 我在路上一直在想說 等一下還有一個翻轉的 看大家還沒想 翻轉 先學一學 學什麼 我剛剛說的 先參考別人的嘛 你不可能無中生有 我這個椅子就沒有 坐到頂口口 以前都插椅子 我還把那個海綿 我坐到舒舒服 我還把其他的材料 我還坐到泡椅 現在又按摩椅 慢慢就這樣 你看有沒有創造新的東西 去改變他嘛 他這是 刮鬍刀 變成電動的嘛 我們刷牙也可以啊 變電動刷牙 改變嘛 去模仿 再改變新的東西 那些鈦金屬 太空飛行器 這樣 來 你可以用手錶的啊 眼鏡架框 手機啊 夠功能嘛 他這樣也很亮麗 吸引這消費者 代替 到底要代替什麼 會有什麼結果 你現在不是有很多代幣了 我希望身上盤要多錢 不用吧 刷卡不是也是嗎 我每次都付現金我很累耶 我用刷卡不是很好 自己用代替啊 你光碟能幹嘛 光碟片 你可以把它用磁碟 去攜帶資料 這個樣的一個 意義 隨身碟啊 或是軟體那種 隨身攜帶的那種軟體 搬 你把這功能搬到那個功能 會變成怎樣 你看這本來是在套在寵物上的 然後現在套到嬰兒 小孩身上怕他亂跑嘛 那你覺得電腦的鍵盤上面你可以再多一點什麼功能 我可以在鍵盤裡面 再把我想要的功能顯現出來 是不是有校正的功能 還有適合人體工學的一個方式 我跟每次都在那邊 頂扣扣 這個金卡 在這裡吃的酸 你有什麼方法 我在打電腦的附屬 那個經濟效益 這個可以建構到你鍵盤的意義裡面 那個電 那個電腦裡面鍵盤 甚至在電腦鍵盤上面 有寫字功能 發聲的功能 我都上去了 我還要去打 我用寫的 還是我用現在講的 我說台灣民政府 他就掉了 電腦螢幕都上去了 我不用去打 反一反 相反 這個我想了很多 好像也只有衣服而已 大家想想看 你把它相反過來 你還有其他功能 不會說我還是穿的功能 有沒有想過 我想過家具 你沙發不是會折疊要相反折起來 然後把它鋪起來又是 可以鋪成一個床 你何時那個桌子把它轉過來 固定在那邊 你就一個桌子 我只能把它放過來 放著你就 就一定要是床 我有想過 像那個 特技表演 不是有一端到另一端 你踩下去 踩在旁邊 又踩過來 踩在旁邊 有好看嗎 不好看 來一個翻轉的 好不好看 好看啊 再來人家那個街舞有沒有 你看有沒有看到一個戴著一個帽子在那邊翻轉 那好看啊 總共每天都是枯燥無畏的 這個動作對不對 我還想到時鐘翻轉 我現在 一點 一滴的時間在過對不對 若是說時間是倒著退的 來去想 有沒有這種東西 倒著退的 我回到過去的時光當中 有沒有可能 大家說 騙笑的 在說這種事 讓你去想 這就無限空間的想像 那想到了 要有什麼創造發明 這才是厲害的地方對不對 還有定一定 你看喔 我一定要有水多了我一定要從這個洞嘛 洞因為限制他嘛 不能共 因為我有這個洞儲存他的水 可是水過滿了 從這邊流過去 他有一定的限制 才有他的功能顯現出來 政府的政策 長到政策喔 我們以後 這個閣員啊或是說政務官啊 都要有政策喔 現在的政策 保護 台灣的經濟 這樣的政策 限制 喔那個不要外勞一直進來喔 那本地勞工怎麼辦 這個也是可以在 我們的政策裡面 做發酵 所以這創意十二訣 我們講完了吧 來這就是點心你怎麼去創意 加一加 減一減 搬一搬 訂一訂 你用一個題目 現在是說 點心 包括 做的蛋糕什麼 吃的東西 你可不可以因為這個十二個自覺 創意自覺 你給他擁有 增添到更多的生命力 創造的生命力出來 請大家回去想一想 我今天講到這邊講不完 這個要跟大家講喔 這兩三十五六七八 來一就是這個 二就是他 你把它記起來 你把它記起來喔 我等一下問你 這位先生 五是什麼 你可以馬上回答我嗎 五是電話 電話 等一下公布答案喔 你要怎麼記 這個就是九宮格的那個思考方法 這個 螺旋式的 這個放射性的 他們這邊有講到是曼陀羅想法 曼陀羅在那個就是印度的那個泛雲裡面 他倒分開說啦 其實就是 獲得生物真正的本質 跟他的意義存在 這是曼陀羅的螺旋 想法跟放射性想法 那這螺旋的想法說 我從這裡開始想 也從這裡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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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一個 我一個步驟一個步驟 我怎麼去思考事情 我是往大方向的大我去思考 而不是我鑽牛腳尖 然後不知道自己在想什麼 是 順時中想法 一個步驟一個步驟 解決 我現在思考的點 或是困難是什麼 這叫做螺旋式的思考方法 放射性的思考 你自己看嘛 這電話這就是主體嘛 你放射有八格嘛 你八格 由一而八再用八 再放射過去 就八八六十四 六十四又可以再放射過來 各種放射性的想法 而不是這種壓抑的 有點線面 擴展出去提升我們的想法 在拘禮到一個事物上 我剛說了嘛 你跟人家躺車的腳 你跟人家說 人家沒衛生 人家沒水準 你有想說 他怎麼躺車的腳 怎麼想 你就用放射性想法 然後把他歸納 你怎麼讓他穿上鞋子 這個才是重點吧 也不一定說穿鞋子是對的 搞不好躺車的腳有它的意義喔 對不對 我是讓他無限空間去想像啦 然後這個心智圖就是 我們放射模擬大腦放射性 的這個 這個神經 去想像 去放射性的去思考 這個完全就在這邊就停止了 再來我們有一個關鍵 這主體嘛 關鍵 關鍵 在次要的一個 有關聯的地方 你再去延伸 這主體 一本豬 你要怎麼 它的主幹是什麼 你先勾勒出來 枝幹 還有它有種類 再分類 然後再歸納 這個歸納 因為這不然沒電 看不 這也是一種放射性的思考 我這是說 Brenbo 跟 Brenflow 這個一個花瓣 這像花瓣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Brenbo 這個花瓣 主幹這個嘛 那這個 Brenflow 就像在旁邊的花瓣 這個花瓣延伸出來嘛 我來說 我來說這個花瓣 我要去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阿里山的也好啦 我要去做什麼 跟花瓣看 你看日月壇 我有自己的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那個滷肉飯 雞肉飯當假 看日出 看雲海 看原住民的那個文化 你把這個主題 我要去 阿里山要做什麼 這個主題 勾勒出來 你把它做這個 譬如說這個 嘉義的雞肉飯 你就延伸下去是什麼 然後我看出來這個一樣 我不是說跟這個對應喔 我是說 以這個主題 你可以再延伸嘛 現在把這個主題 這個雞肉飯 我把這個主題 用這個 刀子來做比喻 你看到這個 刀子 椅子 你會想到刀子 椅子 椅子想到刀子 刀子會放在這裡 去餐廳這裡 你衍生出來很多放肆性的想法 你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然後我要去旅行 我會去旅行 這個brombrom 不是主題嗎 要去準備好 我也要補那些嗎 行程怎樣勒 時間安排地點勒 這就做 brombrom brombrom flor 後面 延伸出來的 要怎麼形成計畫 要怎麼 呼應 我5月21號 安排在哪裡 他們安排在 住在哪裡的 民宿裡面 大概知道我的意思吧 因為這是滿深的啦 心智竹怎麼運用嘛 這個主要主幹 周圍主要的主幹 那在這邊 字賣 br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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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oombrom 不一樣 也延伸出去 小說一樣嗎 我延伸的這邊就br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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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樣我們這個都是可以這樣去做設計 我不要講的讓大家聽不懂 我要講我自己的歷史 我最近很痛 痛痛我這就是主幹 我就要去做檢查 症狀 檢查 治療 要延伸出去的這個 還延伸出去的Brain Flow 我要做什麼 你就這樣放射性的想法 這就是技藝術跟這差不多藝術 延伸出去 有枝幹跟花朵 那個枝葉 枝幹 這個根 我們來看這影片 我大概用十分鐘的時間收尾一下 因為快要下課了 還有很多 後面 我們來看剛剛那個八個 大家還記得五是什麼嗎 對嗎 那意思是什麼 第一就是要地名嗎 新寫的 怎麼寄 他就設定一個思考的故事裡面 你去寄這些單字 寄這個意義在哪 例如 伊能先生和生徒六人在新潟に旅行 電車中 伊能先生的奢獄で咖啡を飲んだ 駅に到着すると 市郎君のカメラで記念写真を撮った その後 手帳を見ながら 宿に電話をして タクシーで向かった 寄到温泉に入れようと思ったら 先に猿を入れちゃった 那你這是不是壞的 你都記起來了 你就是幾個情境故事 放射心的去思考把它記起來 不是死記 死記就是壓抑 你就放射出來去想 還有螺旋式想 用故事 剛剛不是說一個故事 步驟不重心 鎖のように連結させると覚えやすい 現在要不要說技術 技術 其實就是跟新制度一樣 主題 叫Brenbom 主題 再延伸下來 就是它的次子題 分類 再把它回納 這叫Brenbom 來 你看 這一定有一個主題 叫法國大革命 例如フランス革命 例如フランス革命 ちょっとメモリツリを作ってみよう 這個就是 Brenbom 啊這 是要主題 有沒有 是幹嘛 就 Brenbom Brenbom 旁邊是 Brenbom Fro 啊你是不是 脈絡 你就會把 魔魔大革命 發生的內容 都記起來了 不需要實際 所以左右腦 也是一個關鍵 了解你多少 你了解你自己多少 你要開發自己的能力 到什麼程度 好 我們把它切 切掉 好 我看我能講多少 已經 三點半了 沒電了 那不能講 就講到這裡 創建的思考 我這個就先講 你一定要定定一個目標 然後 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然後碰到困難 你怎麼去有逃生計畫 我不能繼續損失下去了 生意失敗 那你止血的方法是什麼 那我做這件事情 未來的象徵意義是什麼 這個有 也有像 有像那新制圖 這樣把你分析出來 這個就是一個 一個算主 這個是主題 然後這個就是 次要的枝幹 你還可以再延伸下來 這個就是 Brenbom 這個就大家去寫 叫Brenbom 你怎麼把你的創意 跟腦袋掛的東西拿出來 雨骨圖 反正就是 發生的 已經發生了 怎麼檢討它發生的原因 改善它 這是Why 好是說 已經 可能導致的結果 你怎麼去 應對它 我看說 有可能的原因是什麼 產生的效應是什麼 你去追溯這個效應之下 原因去剖析它 人的問題 過程的 材料的 環境因素 管理的因素 拿不到油 拿不到油 要怎麼樣 你是不是要根據這個 系統設備有什麼問題 你 check機制在毒 你 人拿不到人的問題 調配的過程 你還把延伸次藥的原因是什麼 這有類似新制圖 的功能 人這個也用這種毒 來說毒 有醬 還要切菜 讓你 看就知道 喔 真真有醬 要去 去注意喔 嚴重的汙染 這個地方都要注意 用簡單的圖 思考 反正就PDCA 這個 這個先跳過去 創意 也要有執行力 要不然你這個 不就擺完了嗎 你要有一個 形成一個提案制度 要去執行它 像食材 租材之後 放出來 檢查不好 繼續回來 檢討 然後 這就是你要形成 一個提案的制度 必須要開會 大家覺得哪邊不對 然後去糾正你 你再去做改良 這個也 企劃 這個也是把它做成新制圖 你怎麼做 專案的企劃出來 就提案嘛 進度 內容 你的構思什麼 對象什麼 你就延伸出來 平常我們報告書 想法 提案書 這越來層次越高 就是你參考的東西越多 你越具體化 不是我一直在想 這個下面就是在想 報告書 提出來 一直提出來 這綜合想法 PTCA 找時間跟大家講 線上我講 那個員工的提案制度 也就是把它包裹在我們的制度裡面做改善 這個 一樣 一個規劃出來 到最後行動提出來 一定要有一個簡報 我剛剛說一定要開會 這過程當中 我還會再做整理 那我在下一期 我會把它具體呈現出來 不但把內容做提升 跟改建 那這是目前是 我在去年 對我們的藥局裡面做一個整頓 然後用的步驟 規劃方案 檢視政策 執行追蹤 一些原則要注意 那 最後我 因為時間有限 我就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 這個是 多年前的一部電影叫 嗯 就 因為他們是 一群人到 蒙古的沙漠跌在裡面 因為他們去探看 那 鳳凰號 就不掉了 跌在沙灘裡面 那個 沙漠裡面 他們 求助無門 後來大家決定 要修飛機 才能飛出去 你走走 行四度 走不到新的地方 就變成說 我修理飛機 我還能跳脫 人們現在就跳過去 我以前有講 那我們台灣的前途呢 台灣民政日暑美戰 唯有他把這架飛機修好 我們才能跳脫出 中國教育跟管理體系的這個沙漠裡面 飛向我們想要的未來 那麼步一步大家要共識 把台灣民政府 這個組織 這個架構 把它撐起來 那我們要做什麼 你的責任在哪裡 你們剛進來 就是法理要清楚 再來我們後續這些閣員 這是政務官 我們要做的這些 大家要有概念 你來這個團體 效忠這個團體 你就要去努力做你個人本分要做的事情 外面的風雨或是外面的影響 不足以把你們干擾或是打敗 或是讓你們退出 你一步一步做你要做什麼 大家分空和諧團結一致 不是說你來這邊等一個工作就算了 然後你台灣論 新台灣論也沒有 也不清楚 人家發生一些 國際的重要的新聞你也看不懂 那你來這邊沒有學到東西非常可惜 你未來的政策就是馬斯洛的 完成這個五大的需求 基本的這要啊 現在中華民國 這個體制裡面 連安全都沒給你 現在連吃飽都沒有 你一個大學現在比那些 19K 要做什麼 吃不飽也五不四 但是英文就好像沒出團了 一個能人政府就是要滿足你這個五項的 這個需求 高等的就是完成自我的這個需求 我們台灣民政府未來的政務官 你就是要這樣子 讓人民完成他的未來的夢想 你有責任 你不是想要領薪水而已 人生的政策 不管是就業醫療 你就是要這樣去踏實去做 滿足這個人民他的生活需求 生命跟那個 生命的事物跟生存的治理 你要滿足他們想要那個 那個你要治理的方式 你不能夠再威權 你不能就黑金 你不能就說工廠還要夾帶什麼利益 你就是無私的去做 因為你用的是台灣人民的納稅錢 你領的是台灣人民給你的錢 你就好好給我做 我說日主美戰的那個主幹 青青的 就根基在地底裡面了 那你把你生存出來的就是資業 就是我們 你要把專業弄好 那不專業弄好就算了喔 不是喔 你還要有青年不貪喔 我剛才從頭到尾自己說 他那種的體責裡面 已經永遠大家都 看有什麼糖抽的嗎 還是把你黑色的 讓你黏住 把你陷害 請你不貪 我只要領台灣人民經委的薪水就好了 不要太多 太多也不好 惹禍上升 以前是科程跟專制嘛 你現在學習 個人學習 也要拿出來分享 不然你黑後 把你都賣 所以 你擁有的東西 成立一個知識庫 你去點閱那個知識庫 你去台灣民政府 那個網站來邊 有那個教育的 你都要點來看 我們完全是公開 我今天在上面 所講的一言一語 我都錄起來 一樣在 這個網路當中 大家分享 類似這樣的體系 有好的東西跟大家分享 大家去點選來看 來了解 讓大家進步 創造知識的能力 你參考別人的 你再擁有新的東西出來 再變化新的 讓整個我們的制度更提升 當然我們人格也要提升喔 不再是中華民國體系下那種 好像我們拿錢是理所當然的 這樣阿帕氣齁 我才不相信是那個 老的叉叉 老叉叉一個人 想出來要辦這樣子的 只是他比較誇張啦 你不要不聽話嘛 你覺得是他第一個嗎 那個戲幹捏 撿的啦 那個什麼 中將還是少將 我忘記了 少將 你覺得是他第一個嗎 上面還有人喔 我說嘛 一個團體爛掉 就從他顯現的出來 就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不能讓我們團體爛掉 是什麼 要管理政策 怎麼管你 我進步你進步 我教人的人用呼喚 讓你吸收後 讓你進步 那我這個工師說不好 會說你說太快 粗話 有一些粗的語言 那你跟我說我就來改善 這樣我進步 你進步我進步 這個團體都進步 我不能做我個人的英雄 說我這個主觀這麼厲害 我都來做 我做事 你下腳手人都在那裡 你如果不能說 都給下腳手人做 你自己沒辦法做 你反而說 有一個獎勵措施 部署願意為你效命 你給部下好的指導 給他進步 給他再次進修 人家就喜歡你啊 你要用天皇的制度 還是中國人的制度 天皇的制度 你以後也要用這種方式 管你的下屬 中國人就做官的 行為 我還有五分鐘 歐美就是納稅人的錢 我要好好的用 我那個梅克爾 苦比較落的那麵包 中國人還要來吃 中國人走到那裡 哇怎麼會這樣 你拿著新的給我 人家又撞起來 幫幫幫去吃 那稅人的錢啊 我不小心放在地上 我要負責 那你中國人就是 拿來伺候 再一個 蠻安全的 人生的一幫給我 台灣民政府的成員 你要學習哪種精神 我問你們啊 你苦比較落的 怎麼可以吃 以醫學的角度 三秒內拿進來 他就沒問題 三秒後就沒辦法了 快點 梅克爾 馬上撿起來 因為納稅人給 賦予他的這個 這麼珍珍珍貴的飲食 你 樂是你的問題 你要尊重資源 尊重能象徵給你意義在哪裡 所以我們台灣民政府的 那個隔園的精神也在這裡 這我是說 中國教育之下 臺北市聯誼 就是說有一個秘密課 再去給你公布 你那條件 說你這個醫護人員 你有認真做事嗎 拜託的 我一個醫護人員要應付 你三十個 神智五十十個 我看不敗就好了 你看我 臉皮要笑出來 給你看 到底問題出在哪裡 你有改善問題嗎 沒有 你把那邊拼 把那邊打分手 你未免太可惡了吧 我個人認為是這樣 我一個 要負責 一百張處方 我一個醫生 我看診要看七八十個病人 成何體統 你的醫療品質在哪裡 你要我笑出來 還要在秘密課 再給我打分數 說我服務好不好 打我的烤雞 你根本捨本著墨嘛 你這是什麼管理方法 你自己想看看 你這樣你的人民會開心嗎 你自己的政策 一定要你 不管是服務的人 或是被人家服務的人 你就要讓他們都開心 你現在的健保制度 就是讓你現在台灣人 無限上綱 再給你養尊除優 給你寵壞了 我醫護人員 用了勞心勞命 結果我如果做不到 我就說 要跟你告 我要申訴你 台灣是告的社會 你知道嗎 他不好意思 我要說不爽 不爽 不爽 就要跟你告 告的文化是很不得體的 你要證據啊 你不能說 你現在看到的 你覺得你 欺負這麼壞 你就要跟他告 你要想說 人家為什麼他會 笑不出來 他幫你跳優 幫你 押忍 幫你看賓 雖然他有賺錢 沒有錯 但是 人家不用這個 也是送公園 你也要跟他感恩 以你的角度來看 但是 醫護人員 不能說 你要把我們體諒 我們要說 我盡量 笑出來給你看 我盡量打拼 但是我們的社會 不是國的社會 所以阿嬤 不要用這種方法來打分手 你的根基 是要 內職計畫嘛 你人心 你的道德 怎麼計畫 你讓我醫護人員的工作量呢 你也要修政策 修轉換一個 不是說 要叫一個秘密課 但不要把我打分手 如果想到你就會這樣 這個 這個 你要建立一個 有目標的管理制度 你這 總共有四個步驟 建立目標 讓設定目標 你要跟員工改善 找出解決的方法 解決方法 有了 我照告訴你要這麼做了 如果你沒有 認知又偏差 我要怎麼跟你評估 就是說 我告知你 你做不好 我把你登記起來 你哪邊不好 你不會說 我空缺來風 要整肅你 不是 是你真的沒有 我們既定的計畫 跟你溝通好了 你拿給他看嘛 這就是 面臨烤雞 面談嘛 好的你就讓他訓練 不好的呢 不是把他 就 塞去 叫他照 不是 你怎麼幫他 再從錯誤當中提升 你不能說 你就製造一個 有問題的 社會問題的人 去外面又 惹一些事情 你在學校 這個礦課帶桌的 那些學生 你真的要讓他休學 讓他不去訓練嗎 你反而不是叫他 休學 或是叫他 不要來上課 你反而要幫助他 矯正他的偏差 這個 一連串的方法 我們就要用天皇 愛戴人民 教育的 這一個方式 去管理你的部署 拜託大家 那我今天大概講到這裡 柯文哲他是個素人 每個人都是素人 人家現在有腦筋在做事情 你們有沒有腦筋 你的底下的人也很重要 所以你的團隊很重要 柯文哲底下的人 也是非常嚴謹 簡選出來的 那我們就靠大家努力 建立好制度 對台灣民政府 日後的發展 根基更好 這是我很希望 不是只有我個人講師的力量 還有大家的力量一起努力 那我現在都講到這裡了 這是你的船 台灣民政府現在是我們的船 這是一個軍 就是艦長 之前接收的這個 就是很煥散 亂七八糟 後來他經過 兩年內就把它整理好了 變成你要把 這個當作是你自己的船 這個組織是你的組織 這個員工是我的員工 我一家人 我奉獻我的心力 把他整理好 把他治理好 所以 這是我們的船 一定是 智業上最好的船 大家同舟共進 在這條船上 任何要把你 推下船的那個人 他都是有目的的 他要你 從一缸不順的 把你搖那缸缸出來 讓你流水 大家這樣沉下去 那些人 你把他丟掉 沒關係 但是你不要被人家 拐走啦 怎麼這麼說 騙照 你要自己的 堅如磐石的 一些思想 還有法力 穩住你自己 這是我們的船 那這裡 有很多 那個技巧 要管理的技巧 大家可以上網路去看 我也是download下來的 提供這資料 讓大家參考 不好意思 耽誤了多了十幾分 對不起 那麻煩大家回去再多一點想法 對台灣民政府好的制度提出來 謝謝你們 我講完了